大家好,我是睡觉人 又到了一个月一次的跟各位聊动画的时间 说到这个动画呀 最近B站的番剧区发生了一件大事 并不是总之就是非常酸播放量破七千万了 也不是魔女之旅发刀子了 而是睡觉人最喜欢的安达于岛村居然被下架了 虽然相信B站本身肯定是有所苦衷的 但每周最期待的新番突然少了一部 心情就像是小萌妹想去看海兽之子 舔狗就买了两张电影票 然后小萌妹说 啊,你也去吗? 的感觉 真是太遗憾了 生活本该是幸福的 希望你明天也是美好的一天 至无这种放松平台事故的动画还挺多的 什么被举报了 版权被买走了 还有被举报了之类的 相较之下还有一种比较能理解的情况 就是动画真的做不完了 这一画或者这一季度就直接不播了 比如去年的必然航线 第十画和第十一画间隔了三个多月 就数据来看 每一年日本动画的制作人员虽然并没有太多的增长 但是每年作品的数量却一直在增多 从以前到现在 每个人估计都累得麻木了 都觉得就算工期再紧张也能做得出来 但事实就是 时代变了 现在每季度四五十步新翻都已经是很普遍了 就连今年的十月新翻 明明疫情还没有完全解决 但还是搞了超过五十步新翻出来 资本家已经不给打工人活路了 诶,可能会有观众问了 日本的资本家们这么大力的投资作动画 让我们每天都有好看的新翻可以观赏 不是一件好事吗? 如果是我自己被问到这个问题 我肯定会友善地回答 进发扯的 而不是,我会友善地回答 并不是这样子的 虽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作动画很花钱 做出好的效果更是需要燃烧经费 说的雪儿升高一点 就是动画的帧数越高就越花钱 但实际上动画制作相比电影和电视剧 又便宜的可怜 便宜的动画师吃不起饭 便宜的日本每年都有动画公司倒闭 不同的人都会对动画的制作费用有不同的认识 但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本期视频就得跟各位彻彻底底地分析一下 按照正常的市场价位 如果我们自己也和日本动画公司一样 制作出一部动画 究竟需要花多少钱? 那么为了增强各位的代入感 会选用实际作品作为假设的例子来给各位介绍 其实只是因为方便选素材 并且省去各种版权 运营宣发等等环节 可以给只是有钱单目参与制作的大佬们一些参考 但先声明一下 以下全是假设 并且因为市场价的浮动比较大 所以千万不要太过当真 仅供参考 假如你是一个拥有制作动画梦想的金主爸爸 在某天孤单的深宴里 看了总之就是非常可爱的漫画 被吃柠檬导致酸的滚来滚去的时候 突然蒙上了想把这玩意儿动画画的想法 于是你就找到了没良心诸事会社 投资并委托这个团队来制作动画 那么首先我会推荐先决定长度篇幅 因为给的实在是太少了 所以只能做一集20分钟的动画 而不是做一季度的12集的完整版 决定好篇幅就可以开始写剧本和画独画分镜了 按照日本的市场价 再加上本次的制作太穷了 所以不枉高的算 剧本一集20万日元 分镜一集25万日元 下面再开始做角色设定 诶 这个就省钱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部作品的主要角色就两个人 并且因为有漫画在前 角色设计的原案是已经定下来的 只需要根据漫画的原案来做成适合动画的人设即可 那么两个角色的设定稿 Yuzaki Nasa和Yuzaki Tsukasa 一个角色5万日元 合计10万日元 本来正常的情况下 应该还会有次要角色的设计和当局小屋的设计 但给的经费确实太少了 所以全部跳过 交给作画人员乱画即可 小成本动画 所以场景没那么丰富 美术背景设定和美术版 大概可以供值在20万日元 色彩设计的成本是与角色数量与场景数量挂钩 总之小成本动画 10万日元大概可以搞定色彩设计 到目前为止 前期工作基本完成 就已经花掉了将近100万日元了 然后最花经费的地方来了 那就是中期作画和后期合成的部分 因为日本动画都是根据进度数量来支付稿费 假设没良心注视会社太垃圾了 不给员工固定工资全部寄件纸 那么一集20分钟的小成本PPT动画 按照市场价可以给到每个镜头的原画5000日元 总共就需要125万日元 而每一卡原画需要作画监督修正来保证没有作画崩坏 作画监督修正每一卡1500日元 总共需要37万5000日元 错个整就是38万 虽然不一定每个镜头都需要美术背景 但这里也假设250个镜头都画满 每张背景就算8000日元 总共就需要200万日元 然后又是因为PPT动画的缘故 角色演出多以禁止说话为主 所以一集的动画章数可以控制在3000张以内 每张动画200日元 每张上色也是200日元 于是又要花掉120万日元 至此中期作画和上色部分都已完成 只剩下后期合成也就是摄影了 摄影因为很少单独外发 基本上都是由固定员工爆肝为主 所以如果是压榨两个打工人的话 一个月时间完成工作 大概需要花50万日元的工资 至此经过以上这些比较实际的花销之后 可以算出制作这样一集动画的话 需要花费618万日元 这和人民币39万左右 只算这些的话其实是非常便宜的 正常的商业动画需要更多人员来参与 也就导致了成本的提高 还是按照这集动画来看的话 再额外加上监督费25万日元 演出费25万日元 动画检查费10万日元 上色检查费10万日元 美术监督10万日元 摄影监督10万日元 剪辑人员一个月工资20万日元 制作进行三个月工资60万日元 再加上工作室的10%的管理费 总成本867万日元 这额成人民币是55万元左右 顺便一提 到这里并没有算上音乐和声优 还有其他各种大小的 没有特别固定价位的费用 虽然日本的商业TV动画 平均每期的成本都需要2000万日元左右 但如果您是一位淘宝用户 而不是 如果您是一位很有钱的金主爸爸 还是可以通过以上信息来推算出自己的钱 购做什么样的片子的 当然 做动画的回报很低 这里还是要说一句 动画有风险 建议你转行 话说回来 到底是为什么要宣本季度的 总之就是非常可爱 来作为例子呢 因为我觉得这一部动画 算是本季度的番剧里 最能体现低成本 但是高流量的片子了 不仅人设和场景的数量不多 而且作画非常精简 线条量比大部分动画都要少 背景和摄影的处理也都非常简单 角色演出也非常节约 大部分都是静止镜头 但就是这样一部省吃省力的片 播放量却能仅次于本季度的咒术回战 真的是各方面都酸得不行 总之就是非常酸 剧情上让观众恰你猛 有量热度也让其他创作者恰你猛 恰得我牙齿都开始疼了 说到牙疼啊 每个人都懂 从牙根痛到太阳穴 从抓头发疼到抓脚趾 有一口健康好牙真是太重要了 而想要一口好牙 就要从护理口腔健康开始 因为我们高贵的嘴 是最容易自称细菌的地方 说病从口入一点也没错 各位知道吗 我们口吐芬芳的嘴里有几亿细菌 卧槽 这些细菌也是老射触了 连夜啃湿你的牙齿 结果牙齿越堆越多 牙缝也撑大了 最后趴底下把你牙齿住掉了 另外这些细菌还会 酸精里的血液里 引发心脑血管和消化道病 怎么说呢 太可怕了 本来我也觉得 我是叫人天天刷牙 没啥问题 结果打脸真香 而且实验证明 手动刷弯牙 仍有40%的牙均在你嘴里造作 不过没事 因为时代变了 金主爸爸连夜给我寄的 萌芽家电动牙刷 三柠檬协会研究证明 电动牙刷对牙均的进贴效果 是手动的83倍 我每天早上就挤上牙膏 把它放进嘴里 顺便咪一会儿叫 然后我就迟到了 啊不是 然后我就感觉 刷弯之后牙齿干净透凉 把嘴里潜伏的牙均一扫而光 轻轻爽爽 纵想丝滑 柠檬树下我埋头恰 牙齿都表示没有问题 并且产品安全放心 有专业的三柠医生推荐 而且真的是懒人必备 牙刷充电6小时能用90天 我能用到 总之就是非常酸 拨完都不用充电 两年内质量问题免费换新 算下来 一天也就是一个三柠檬的钱 划算 这种省时省力 还能提高生活质量的东西 不考虑试一下吗 评论区有专属就会劝 数量有限 抓紧底券下单吧 那么本期就到这里 制作动画是一件费时分力的事情 观众们眼中不经意的几秒钟 可能就是无数人员 加班爆肝费尽心血的成果 动画就是这样一个 真的是依靠情怀 才能够坚持的行业 当然依靠情怀 绝对不是一件 值得长久坚持的事情 当我们开始关心生活的时候 才会发现 没有什么比自己更重要 所以明天也会是美好的一天 我是睡觉人 如果想了解更多 动画制作的内幕 行业的现状 创作者们的内心世界 就请一键三连加关注吧 感谢你的理解和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